西北的六大裁判公布 两大裁判受到了惩罚 浙江广赛的胡金秋 顶星合同到期 广东队有望成为下一家的选择 浙江筹车队的主场 做出了场地更换 而辽宁队更是迎来了 三大访潮的机会 提到这里 我们共同跟大家讨论一下 三大方面 第一大方面 西北的六大裁判终于公布了 然而有两大裁判 却不见了中营 包括了101号裁判的王旺松 还有了56号裁判的韩宇 提到这两名裁判 过去深圳队跟酬州队的赛事当中 这两大裁判受到巨大的热议 尤其是101号裁判 因为深圳队面对酬州队 最后的第四节 短短的28秒钟时间里面 他居然催出了四个范围 深圳队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然而在那一次的比赛过后 101号裁判 也就是球队当中的王旺松 他则是被推上了热搜 受到了不少专家球迷的热议 据了解 包括了CBA的裁判组 以及管理层 也介入了相应的一些检查 那么通过了一系列的对比之后 如今的王旺松 他直接无缘了 这一个总决赛的名当缺乏 说白了最终的六个人大名当之中 他直接不见了中营 也没有出现到总决赛的大名当 与此同时 包括了辽阅大战那中 一度受到争议的裁判 也就是韩宇 他也没有出现在 总决赛的催乏名当之中 本届的催乏名当 一共有六人 由韩军来带头 也就是阎军裁判 那么阎军呢 他搭档上了郭郎 以及呢 杨洪峰 汪美 这四大裁判 接着呢 还搭档上了 45号裁判 李承欣 以及 段柱 一共六大裁判 都是在阎军的带领之下 可谓是成为了本届总决赛当中 六大最为专业的裁判组 而且呢 从这六名裁判之中 我们看了出来 过去受到巨大争议的裁判呢 直接不见了踪影 无论是101号的王旺松 又或者是56号的韩宇 看来这两大裁判呢 都是被CBA的管理层重视了起来 直接抛弃 出去了大名当 而姚明呢 也是给出了相应的态度 已经拿出了惩罚的措施 看得出来呀 如今的比赛 确实要维护公平公正才行 第二个方面 如今的广赛队 包括了胡金秋 他的顶薪合同600万到期了 胡金秋证明大中锋 是整个广赛队的顶梁柱 很无奈的是 本个赛季打到关键时刻 胡金秋他却意外受伤了 他的腿部肌肉挫伤 导致了他本个赛季 基本直接爆销 而且呢 也死得 8月25号的世界杯大赛 胡金秋大概率 也会因为伤病的问题 难以登场 这将会使得广赛战队 非常的尴尬 因为没有胡金秋的带领之下呢 新的一个赛季 要冲击总冠军 或者重新打进四抢 难度都是极高的 这位对比之下 胡金秋他的顶薪合同 今年打完到期之后 到底要不要选择虚约呢 如果说胡金秋 继续留在广赛战队 恐怕难以帮助球队 争夺总冠军 因为他已经是整个球队当中了 顶梁柱了 没有了他很难去 获得整个比赛的关键优势 对比之下 如今的广东队 包括了杜峰跟朱冠宇 更是把目标 瞄准到了 这名大中锋 胡金秋的身上 如果说广东队能够得到 胡金秋实力上 肯定在上一个台阶 而且 现在的广东队最缺的 其实就是大中锋的 这一方人选 毕竟一间年 已经到了38岁左右的年龄 如果说在体能 以及状态各个方面 要继续引来爆发 可能性已经非常低 我们不可否认一间年强大的实力 但是 已经 要确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必须要找到 一间年的这一方人 而如今 胡金秋 他的合同即将到期之后 也成为了广东队 要争夺的一个大目标 广东队如今 在顶星合同方面 除了任俊飞 继续保留着 800万的大合同 接着 还有赵月 是能够拿到600万的顶星合同的 而最后的第三个名额 到底给到谁呢 现在来看胡金秋啊 一旦加盟到广东 红元队 那么他一定可以拿到 第三个600万的顶星大合同 对胡金秋来说 他选择加盟到广东 红元队 或许是他最佳的一个选择 而且一旦他来到广东队 很大个率将会帮助广东队 组成新一届的夺冠阵容 成为新一个赛季当中的MVP 以及帮助广东队拿到第12座冠军 最后的第三个方面 浙江筹州队的主场 更换了场地之后 辽宁队反而迎来了三大仿超的机会 谈到本个赛季的排位 大家都知道 酬州队一直排名第一 成为了整个西杯战队当中 最耀眼的一个夺冠战队 同时啊 本个赛季常规赛第一名的酬州队 能否在总决赛当中 凭借一个主场的优势 拿到西杯的总冠军呢 现在来看 酬州队的呼声是最高的 而且呢 包括了吴前 陆文博 陈帅棚 还有中锋方面的 于家豪的人 更是形成了巨大的优势 看来除了前锋线 有一定的劣势以外 浙江酬州队呢 基本上啊 是要稳稳的去冲击 本个赛季的总冠军 然而 如今的情况呢 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说白了 原本的浙江酬州队 把比赛的场地 设置在了浙江的绍兴市 然而 随着如今啊 亚运会的比赛呢 也即将要展开了 那么为了检验亚运会呢 在奥提中心的一个场地的 布置是否合格 是否能够发挥得更加圆满 美好 那么其中 通过了西杯的管理层 各方面的评定 以及呢 各方面的检测之后 决定呢 把原本的总决赛 场地 从绍兴 迁移到了奥提中心 而这一个决定一出来呢 将会使得 浙江酬州队的球员 大部分都是从原本的绍兴市 展开集训的 突然间就要转移 去到了奥提中心 那么原本具备主场优势的 绍兴队成员呢 就将会呢 直接又从原本的起跑线 重新出发了 说白了 浙江酬州队跟辽宁队呢 将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共同去争夺冠军 而且 大部分的酬州队主力呢 原本对于绍兴市的场地 足够了解的 是很有机会 很有把握去拿到胜利的 现在更换了一个新场地 反而对浙江酬州非常不利 原本的主场优势 也丧失掉了 现在来看呢 辽宁队反而迎来了 三大仿潮的机会 第一大方面 辽宁队在心理层面上呢 是具备更大优势 毕竟 整个辽宁战队呢 身经百上 本个赛季也好 过去的几个赛季 基本上呢 都是季后赛的常见的取胜者 所以说呢 心理上有一定的优势 第二个方面呢 是经验方面的巨大优势 如果说要打进半决赛 或者总决赛的话 辽宁队在过去的这五个赛季 基本上呢 都一场不落下 看来啊 球州队呢 首次打进总决赛 面对着经常打进决赛的辽宁队 那么双方的经验 考核 那真的是差距是有点大的 更合放 在接下来的大赛经验来看 辽宁队更占优势 最后的第三大方面优势 最了解 杨明更是引进了 录像分析师林辉宏 而且呢 还有了 佩洛斯 他的一个关键的指引 最了解 接下来的教练组 团队层面 将会得到更大提升 那么大家认为 辽宁跟球州 学得独冠机会 更大一些 留言分析区 堂堂英英的想法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